21号上午进行九合一选举号次抽签 一早新北市选委会前选举旗帜飘扬 首先9点钟登场 先进行新北市长号次抽签的部分 进行的方式是以登记参选顺序进行抽签 先由民进党提名参选人林佳龙 但本人未出席 由竞选办公室执行总干事 也是现任的新北市民进党党部主委何博文来代抽 号次抽中一号 新北一定赢林佳龙动算 我们带着戒胜恐惧 但是我们乐观进取必胜的决心 我们抽到一号 我们希望新北一定赢林佳龙阵营 我们不管是登记抽签 或者任何的证件发表 我们都用最高的规格来回应民意 我们都用最高的规格 来戒胜恐惧的面对这次民主的选举 我们非常的努力 我们一点都不嚣张 面对免疫 我们抱着非常非常谦卑谨慎的心情 所以包括登记 包括抽签 我们都用最高的规格 来回应所有的新北市民 林佳龙由何博文代抽号码 同样的侯友宜也没到场 而是委托竞选办公室的政治实习生 陈昊宁来代抽抽中了二号 也早有准备现场搞喊出 让我为你好好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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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友宜市场抽到二号 我们共同一起为市民来打拼 那一起为市民创造更好的家园 创造保理机 请问这个二号好像跟四年前抽到的号码 是一样会觉得是好到头吗 无论什么号码都是一个好到头 那重点是我们要一起为市民的朋友 一起为了市民好好的打拼 新北市长大选参选人 只有林佳龙、侯友宜 市民朋友想要选谁 11月26号 记得要出门投票 票投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选 记者林立如新北采访报道 记得要出门投票